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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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顴骨方面就是比較寬嘛 所以我化妝都是要修改 沒有修會覺得臉很大很遠 就蠻困擾的 臉部不對稱的問題 就是這邊比較緊 這邊比較鬆 那我希望有人做 容紙 拉提或是消補都可以 因為我長期都是需要拍照的人嘛 所以有時候拍照照片照出來都要修改 如果沒修改就是會有一種不順的感覺 有的廠商是希望我留短頭髮剪短頭髮 可是這方面我就是沒有辦法 因為我臉型比較大 所以沒辦法剪短 所以我都會用一邊的頭髮下去摺 一定要請髮型師幫我剪 這邊是長的 那這邊是短的 因為我這邊比較脆 我希望手術完可以讓我的臉型順一點 讓我比較好拍照 什麼角度都可以拍 工作上能夠順一點 能任意的想把麻尾就把麻尾 做麻尾 之前聽說你想要做小骨 覺得似乎對你來說不是這麼合適 所以你在意的應該是把軟組織回到年輕的位置 而不是去調整這個骨頭 因為調整完這個部分之後 本來就已經有點垂了 這個問題不會得到解決 所以你比較需要的可能是變成要做中年的拉皮 把這個肉拉上去 然後做下臉的拉皮 做麻尿 做麻尾 做麻尿 作文件 做麻尺 註前就是因為我要常拍照 所以對於我 我這邊有一塊脂肪 拍側臉非常的沒有自信 所以都要用我的那種窗臉去蓋 現在就是抽完了啊 稍微拉體了 就覺得側面線條比較緊實 所以現在拍照變得比較臨時角 比較有自信 而且改照片都要改很長時間 所以現在做完了以後 改照片的時間變少了 幾乎沒有再改照片 最主要就是家人也說很自然很好看 而且看不出來就是怪怪的感覺 看起來比較年輕 有達到我的藥的效果 現在變得比較有自信 所以剪再短頭髮我都願意 我都敢嘗試了 早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